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七百九十集 飘渺宫直接点名说话之人十分的霸道 一点面子都不给 显然认出了说话之人是来自龙家和死魔教 龙家文贤吓得脸都白了 一阵的惊议 他们龙家损失惨重 对飘渺宫自然是极其不满 试图浑水摸鱼 在后面见渔翁之力 谁曾想才片刻而已 飘渺宫便找上了他们 实在是让人可怕 死魔教也一样 惊怒万分 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 让飘渺宫第一时间就走漏了这个消息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 两大势力瞬间一片死尽 连大气都不敢喘下 古方教的下场他们也看到了 偌大的一个势力说灭就被灭了 他们两大势力虽强 但是单独面对飘渺宫恐怕也是凶多吉少的 所以两大势力还是很紧张的 急忙就闭嘴了 飘渺宫势力太强大了 直接覆灭了古方教 的确是镇住了不少人 现在该怎么办啊 各大势力暗中都急了 相互传音因为不敢出头 生怕被飘渺宫盯上 一时之间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最顶级的几大势力之上 如轩原帝国 血脉胜地等等 唯有这等势力带头 才能让他们解除一些顾虑 可偏偏这个时候 血脉胜地那一步却发生了政治 有人同意对飘渺宫进攻 另外 有人则认为对付飘渺宫吃力不讨好 有损血脉胜地的根基 此次我们血脉胜地损失的弟子并不多 甚至不比飘渺宫上少上多少 何必趟这趟浑水啊 硬和飘渺宫死拼 做这个出头鸟好吗 开口的是一名血脉胜地的副会长 手握惊人的权力 是血脉胜地如今首屈一指的两三人之一 他开口自然是引来了血脉胜地重任的贯注 罗会长 你这么说 是要我们向飘渺宫认怂吗 那飘渺宫勾结一组 差点令我血脉胜地弟子进阶约落其中 即便是我血脉胜地弟子侥幸逃出 那也是难掩飘渺宫的恶行的 我血脉胜地作为武裕顶级势力 岂能容飘渺宫继续危害下去啊 另外一名会长开口 严厉喝止 十分的不满 哼 可笑 飘渺宫勾结一组你有证据吗 迄今为止 面对诸多势力的出手 你可曾见到飘渺宫中有丝毫异族的影子 罗会长愣笑不已 他在血脉胜地全柄滔天 如此开口 自然引得不少人硬沉 的确 到目前为止 飘渺宫中根本没出现过所谓的异族影子 有些蹊跷啊 说不定 这只是个误会呢 不少人开口 都是血脉圣地中的长老 身份不满 罗夫会长 诸位长老 飘渺宫勾结一族乃是我等亲眼所见 岂会有需要 还请罗夫会长明见 岳超伦安耐不住 上前说道 放肆 岳超伦 你不过是刚刚晋级为圣地的核心长老 大人们商业 哪有你插嘴的地方 有长老怒吓 不满说道 岳超伦也怒了 谋光冰冷了 岳某乃是古鱼界之士的当事人 岳某都不能插嘴 难道阁下就能插嘴了 我血脉圣地 虽然有不少人存活 但陨落的也不少 足足一半呢 这些人都是我血脉圣地 精心培养出来的天骄 难道就这么白死了吗 你 那被呵斥之人大怒 豁然站起来 胸膛起伏 杀机弥漫 岳超伦在进入古鱼界之前 是一个普通长老而已 见到他一向是恭恭敬敬的 可现在倒好 因为在古鱼界中突破了五地 再加上有些背景 刚被认名为了核心长老 就敢在他的面前放肆 让他如何能让 好了 都给我坐下 罗副会长淡淡地扫了两个人一眼 声音浑厚 虽然不大 但是却蕴含着无尽的威严 哼 那核心长老当即坐了下来 只是物资的愤怒不已 岳超伦呢 也只能不甘地坐下 罗副会长开口 他只能听从 岳超伦 你虽然是亲身经历者 但是 所谓眼见也未必为实 后来发生了什么 你根本就不曾看到 如果如你所说 此事乃是飘渺宫勾结义族所为 那为何飘渺宫的红颜武皇 和他所谓的义族强者 最终都被困在骨鱼界中 一个都不曾活下来啊 这 岳超伦洋人 后来神秘大陆爆炸 那威势 恐怕是后期五帝都未必能存活得下来 显然 最终 飘渺宫和义魔族之人 都陨落在了那神秘大陆 对此 岳超伦这些店 也是颇改疑惑 不管他们活没活下来 妖妙宫勾结义魔族 乃是我等亲眼见的 父亲 此事 女儿愿意性命担保 绝不可能有错 嘉怡怡也是愤怒地站了起来 咬着牙子 秦晨为了救下他们 甘愿牺牲在了骨鱼界 嘉怡怡眉眉想到 心中都悲痛不已 难道就让这些畜生 为所欲为 为非作歹下去吗 她看向最前方的一名魁梧男子 此人身穿灰色长袍 气质非凡 正是嘉怡怡的父亲 也是血脉圣地副会长之一 血脉圣地数得上号的枪子 嘉怡怡很少向自己的父亲求助 但是这一次 她是真的忍不住了 咦 你还小 很多事情你只能看到表面 看不到本质的 魁梧男子叹了口气 轻轻摇摇摇摇 老夫也觉得继续进攻 飘渺攻不妥 要说损失 其他势力远比我们血脉圣地要大 却是一个个躲在后面 那是为什么呀 还不是想让我们血脉圣地 等出头鸟 替他们探炉啊 如今我们血脉圣地 日益的 见尾了 老夫个人觉得 还是慎重一些比较好 父亲 你 嘉怡怡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父亲 自己差点就陨落在了骨鱼界中了 可父亲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一瞬间 他的眼角湿润了 内心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愤怒 如果差点陨落的是姐姐 父亲还会这么说吗 他咬着牙 身体在颤抖着 是啊 父亲从小就不待见自己 但是 嘉怡怡 确实不敢相信 父亲竟然在这种时候 都不支持他 怡怡 你还小 不懂得为父的良苦用心 父亲身为血脉圣地的副会长 于公于私 都不能拿血脉圣地的未来去冒险 希望你不要恨父亲 魁梧大汉 叹息了一声说 有了两位副会长的表态 之前反对的那名副会长最终也无理回天了 嘿 就知道退缩 当年若非你们执意退缩 执法殿有岂会落入飘渺宫一个势力之手 我血脉圣地早晚被你们都夸 那副会长叹息了一声 无奈地震怒离去 自从父亲空会长神秘失踪之后 血脉圣地之中群龙无首 大家都在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这些年来 血脉圣地哪还有当年一个大陆第一势力的威名啊 于是在外界各大势力万分期待之时 血脉圣地替一个放弃了对飘渺宫的政讨 目前尚未找到关于飘渺宫勾结异族的证据 因此我血脉圣地暂时解除对飘渺宫的政讨 在寻得有效证据 发现飘渺宫的的确有勾结异族的行为 再次进行征讨 严惩不但 此消息传出 各大势力进阶震撼 怎么回事 血脉圣地竟然直接退缩了 血脉圣地这些年虽然是被飘渺宫超越了 可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第一势力的风范 但是五欲之中依旧是位列于最顶级行列 可如今作为血脉圣地都直接退缩了 这让其他势力如何不震惊 如何不莫名啊 现在连血脉圣地都退了 那他们呢 就在外界喧嚣的时候 更令他们震惊的一件事情发生 宣元帝国也宣布 因为种种原因 暂时停止对飘渺宫的征讨 不过 这并不代表 宣元帝国就此放过飘渺宫了 宣元帝国绝对不会 让任何一个帝国强者枉死 此时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各大势力听到了这个消息 气得差点吐血 你宣元帝国可是这次征讨的先行军啊 啊 你们都退缩了 还神他瞄的什么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时候未到你个妹啊 那么多宣元帝国强者 陨落在了飘渺宫山脚 你没看到啊 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算是时候 等到那些强者骨灰都凉了吗 在众人纷纷无法接受内心惶惶之时 气垫做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耻的行为 不声不响的 直接退军归缩了 这是自然的 自从牧巡副垫主成为叛徒之后 气垫早就被骂的狗鞋临头了 先行的队伍全军覆灭 一个都不剩 他是进攻也不是 不进攻也不是 里外都不是人 这些天 气垫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争论 最终一致决定 悄然退军 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 再做定度 牧巡副垫主的叛变 却是给气垫带来了无比巨大的麻烦 各大势力接连退缩 让其他势力的人纷纷人心惶惶 不知道何时开始 各大势力也已经开始悄悄地退缩了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连带头大哥都跑了 他们这些当小弟的不跑做什么呀 送死啊 这一场对飘渺宫的争讨顿时作为了一个武裕中的笑话 惹来无数民众的叹息和嘲讽 这些家伙 单格之中 司徒申和欧阳娜娜也是愤怒不已 但是却无济于事 如今人心涣散 各大势力都明哲保身 纷纷撤退 他们即便是再愤怒 也不可能拿单格的未来去冒险 更何况 就算是他们愿意 单格高层也不会同意的 最后只能叹息一声 撤回了队伍 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讨 瞬间变成了一场闹剧 就这么轰轰烈烈的开始 悄无声息的结束 让人目瞪口呆 眼花缭乱 真场见识 武裕又恢复了一开始的宁静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是 每一个人都知道 各大势力根本不可能真的当作没发生 经此一意 以古方教为首的覆灭为引 武裕中的格局 已经变了 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 深深地渗透了每一个地方 只不过 大家装作不知道而已 幻魔宗 幻魔渊石窟 一名身穿黑衣的绝美少女 盘坐在石窟的身处 这里到处充斥着阴冷的气息 血气涌动之间 像是炼狱一般 一股股无形的黑色气息 不断地涌入到少女的体内 她白皙圣洁的面容 带着丝丝痛苦和血丝 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突 这是万魔弑魂之力 无时无刻 不再侵蚀着人的躯体 侵蚀人的灵魂 如同最惨烈的酷刑 痛苦的足以让一个坚定的壮汉发疯 可此刻这个少女居然浑然不觉 只是呆呆地看着手中 从前方传来的消息 为什么会这样 两行青泪 从眼角瞬间滑落而下 少女谋中尽是难以置信 陈思思手中拿着的 正是五玉这些天来的战报 其中有各大势力征讨飘渺宫的消息 那一字字是那么的刺目 如鲜血一般 各大势力的联军竟然直接退了 甚至连有效的战斗都没有 这一场征讨反而平添了飘渺宫的威名 如夜叉临逝 无人不畏 而各大势力的联军 更是成为了一个大笑话 这让陈思思怎么也无法相信 浑身发寒 渗人到头皮发麻 现在你知道 本宗为何不答应 你进宫飘渺宫了吧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石窟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冷冷地看着陈思思 无数怨魂之气 在她的身边萦绕着 但是却因为畏惧 迟迟地不敢逼近她分号 正是幻魔宗宗主 此刻 她眼神中射出嘲讽的笑容 虽然面容被青纱遮住 可是那嘲讽的意味 却怎么也掩盖不了 也不知道是在嘲讽陈思思 还是在嘲讽那些 所谓各大势力的人